大家也知道我愛吃肉桂捲 妳看今天是不是充滿愛的一集 千萬別這麼說 這家是這回事 不要碰啦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 大家記得先幫我按訂閱喔 而且記得粉絲們在觀看影片 同時愛你記得幫我訂閱的卡 請記得讚唷 那各位的留言與按讚 都需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與鼓勵喔 沒錯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囉 今天來點不一樣的 帶大家一秒飛法國 來去巴黎渡船頭吧 Let's go 這一道是 法國檸檬塔139元兩路 平均一路69.5元 80公克336大卡唷 唉唷 全乾杯回來要給妳吃的啦 我超喜歡吃檸檬的味道 這一個的大小我覺得還頗大的 直徑有9公分 那高大約是2.5公分 怎麼樣 好帥喔 吃看看 今天都是浪漫的下午茶的 你知道嗎 偶爾要約會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可以 檸檬的酸味剛剛好 外面的塔吃起來也是有一定的脆度 但有點微軟 因為這是冷凍商品 所以可以想像的到它的口感 但是呢我覺得以這種甜點來說 是不錯吃的 對做的真的不錯 然後配一下Afterroom的Tea有沒有 然後這樣子邊喝邊吃 Oh my God 人生一大享受就在這個時候啊 其實這一種國外的甜點 他們在超市可能是很常見的甜點 就像我們去買全年Wiswi的意思是一樣的 雖然說沒有那麼的精緻 但口味吃起來絕對都不會讓你們覺得 喔 不OK 不會失望啦 國外的東西主要是吃它有沒有怪味 有一些口味我們台灣人不能接受 針對這一道檸檬塔 我覺得它酸得很順 然後所以當下午茶是不錯的喔 沒錯沒錯 所以這道我們就 推開 這一道是 法國冷凍肉桂捲119元4入 平均一入29.75元100公克347.6大卡唷 大家也知道我愛吃肉桂捲 你看今天是不是充滿愛的一集 哈哈哈哈哈哈 千萬別這麼說 哈哈哈哈哈哈 讓人家直接擋人家的臉了啦 哈哈哈哈 它聞起來好肉桂喔 它就肉桂捲啊 不然它聞起來蘋果派嘛 哈哈哈哈 直徑差不多有12公分 那高呢其實它薄薄的差不多2.5公分 這是我看過的肉桂捲就是最扁的 哈哈哈哈 但是寬度裹寬的啦 嗯 我們現在在法國巴黎 哈哈哈哈 然後呢 要用餐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麼高工對 我也覺得直接拿起來吃就好 沒有我 你叫我拿沙子 然後你自己直接拿起來吃 我在新北市巴黎 哈哈哈哈 我來等水耶 這個牌子啊 本身啊 它在法國是一個很有名的麵包店 所以它麵粉出來的麵包都沒有問題 都是蠻好吃的 也是我們台灣人可以接受的一個口感以及口味 那之前我們有買過像可頌那個 對 它也是這樣的麵皮的口感 所以呢 這一個東西呢要說是肉桂捲 我覺得是肉桂口味的麵包 有一點像啊 它吃起來不會太甜 經過氣炸 或者是用烤箱之後 會酥酥的 整個其實蠻好吃的耶 蠻好吃的啦 但是因為我吃不太習慣 我還是喜歡吃美式肉桂捲 我覺得它就是個 肉桂口味的麵包 是好吃的 不會太甜 烤完之後酥酥脆脆的 我覺得還不錯 平均下一個是30元 我覺得拿來當點心是合宜的 這道我們就 這道是 這道是 法國覆盆梅塔169元兩路 平均一路半4.5元 110公克317大卡唷 各位朋友啊 滿滿的料啊 其實最後這兩道是我今天最期待的 私心嗎 對私心 最後一道是私心 真正的 我媽呀 我第一次看到這上面啊 塔上面整個全部都是覆盆子 坦白說它滿酸的 跟各位報告一下 本人愛吃酸 也喜歡白醋 但這個甜點 好酸喔 它比檸檬塔酸 這一道啊極度愛酸的 很適合 可是愛酸的也沒有想要這麼酸好嗎 而且要吃甜點的時候 根本不會想要這麼酸 真的假的 對啊 基本上這一款是看到圖片 它會最吸引你拿的 因為它這一次出了三款 有覆盆子 檸檬塔 以及巧克力 那巧克力我再猜 我想像的到它的味道 於是我就選了檸檬塔跟覆盆梅 想不到覆盆梅吃起來 居然如此的讓我失望 它除了就是太酸之外 吃甜點的人不會想吃這麼的酸 因為國外它的果醬 很容易出現糖漿的味道 或者是一個怪味 在這一個覆盆梅塔裡面 就很明顯 有一個我們不太喜歡的味道 那這道我就自己微推好了 推推 這一道是 馬卡龍是我的最愛 那裡面我們會看到有六種口味喔 分別是 我要吃覆盆梅 沒問題我吃檸檬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馬卡龍裡面的這種 有點像麻糬的這種口感 一點點 對 外殼是脆的 咬到裡面鬆軟 再來到中間 是有點QQ的 嗯 這一種口感跟層次 吃起來就會覺得 嗯 需要一杯咖啡了 對啊 因為 這個可以啊 很可以 我覺得比好四多新型的那一個好吃 嗯 但是跟好四多另外有一款一大盒的 然後一樣是圓形的 那個吃起來都差不多 咖啡 咖啡味還蠻香的 我知道 它跟我近期買的Costco差在哪裡了 中間口味的餡料 比好四多的多 好四多巧克力口味的話 你只會咬到淡淡巧克力口味 可是它這個巧克力口味突然間會咬到巧克力醬 而且很明顯 比較不一樣的差異在這邊 都是好吃的啦 嗯 各位在意熱量的 Badies們 如果怕胖的話 你就忌口 一天就最好吃兩顆就好了 因為平均每一顆 是51到58大卡 對啦 它甜是蠻甜的啦 嗯 所以這道我們就 推推推 So sweet 今天真的很sweet啊 幸福滿滿的一集 甜滋滋的 妳有沒有感受到我對妳的 有有有 快溢出來了 哈哈哈 我今天會再回購的商品呢 是馬卡龍 跟檸檬塔 它所有裡面呢 我只有覆盆美塔不會回購 加樂福一秒飛到法國 這些商品 你們來參考看看啊 嗯 那今天影片呢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三五日晚上八點都會更新影片 要記得收看 記得加入我們社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喔 睡著了 哈哈哈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 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掰掰 欸等等等等 我要講一個笑話 哈哈哈 粉絲要聽好不好 粉絲有說要聽嗎 有啊有了在下面加一哈 哈哈哈 來請說 我那個年代啊 雅婷是醉菜市場名 那哪一個是醉夜市名 哪一個 雅琪 哈哈哈哈 雅琪 雅琪啊 雅琪 好啦 掰掰囉 掰掰 雅琪 我們在一起吃 雅琪 看 雅琪 雅琪 超好 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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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琪